大家好,欢迎收看猫二陪你画画,我是猫二 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构图加形体 回顾以往我们构图的经验 首先我们会要先确定整幅画最极端的位置 然后我们会找出各个物体所占的区域 如果这个物体有多个部位 我们会在它相应的区域内去规划它的部位 然后我们再去对所有的物体进行细化加描绘 今天我们会画一组蔬菜 今天的蔬菜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 它们都是装在盘子里的 所以这可能是今天许多朋友会觉得有点困难的地方 但是不要急,慢慢画 同样我们先要确定整幅画最极端的位置 以及它的长宽比例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它最高的位置是这个花菜的顶 最低呢是盘子的边 最左呢是盘子 也可以把这个洋葱算作最左 然后最右仍然是盘子 因为这个紫属它没有贴在盘子边上 那整幅画的高度呢 它要比它整幅画的宽度要短一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两条橙色的线 上面一条比较长的呢是代表它整幅画的宽度 而下面这条橙线稍微短一点 其实是我们把这个高度横过来跟上面这条线对比 首先我们先确定上下左右的位置 然后呢把中线加好 那因为今天我们画的物体单个来讲 它们的形状都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没有什么部位可言 它不像之前我们画的一些瓶子啊 它有什么瓶颈瓶口瓶身 这些物体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它就一球或者是一个长条 或者一个不太规则的这种形状 所以呢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第三步 所以第二步和第三步呢 其实可以放在一起来画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找各个物体之间的区域 那首先我们先看高度 那高度呢是之前的高度我们已经看到了 就是绿色最右边这条竖线 然后这里最重要的一个主体 是它的盘子 因为如果你盘子画的不好 你会发现后面这些蔬菜 你都没法在上面放 越放越不对 所以盘子一定要画好 那盘子呢它的高度大概是整体高度的 大概十分之七 所以这个你一定要给盘子留好足够的空间 不然你的蔬菜是画不下的 那我们再来看它的宽度 最下面的这条橘黄色的横线 是代表它整个盘子的宽度 那洋葱大概会占它三分之一多一些 然后呢这个紫鼠 它的右边的这个紫鼠 它的宽度呢大概也是三分之一 但很显然洋葱要宽一点 紫鼠要短一点 所以紫鼠可能不到三分之一 而洋葱可能稍微超过了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上面这条蓝色的线 将我们整幅画切一分为二 那可以看到几乎整个花菜 它基本上就在这条蓝色的线以上 那下面这条蓝色的线呢是盘子 如果我们把盘子横向让一切为二 那蓝色的线就代表盘子的一个横向的中心线 那这两条线呢帮助我们去规划 说各个物体 那这两条蓝色的线帮助我们去概括 物体它大概在什么样的位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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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非常粗糙的这个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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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